各位同學來玩大家好 我是Kevin Skoda Koriak 不久前我們已經有放上了 我在西班牙試這部大改款Koriak的影片 相信大家已經看過了 在西班牙試車的時候 我就對它全新世代的造型也好 車體的設計還有質感也好 都覺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們那時候也希望有很多的配備 也可以引進到國內來 那今天我們到台南 來幫大家試這台真正引進國內的Koriak 我們來一起開一看 它到底引進了哪些配備 是不是我所期待的 還有它的中文化做得怎麼樣 好那我們來湊近看這部車 這一代的Koriak 基本上它整個的造型都已經完全更洗練更大氣 你光從引擎蓋上面的這些線條你就知道 它折的非常地立體 尤其它在中間這邊以往它是往上凸的 它現在是把它凹下來做一個很明顯的切腳凹槽 然後整個的水箱罩是八角形的 它等於是一個重新定義的一個新的水箱罩的式樣 然後你會發現它這也是一個霧營的材質 還有它的新的Skoda的這個標誌 也做了不一樣的處理 因為2024年之後 歐盟已經不允許電鍍鍵了 所以你已經 在歐洲車上面你可能已經看不到 所謂的鍍鉻水箱罩 或是那種亮晶晶的 歐系車基本上都已經不被允許了 所以你們看到的都會變成這種霧營的材質 包含LOGO 包含可能旅圈等等 那這一次在整個的大燈族 當然這個Skoda我們都說 它有水晶切割非常漂亮 然後還有一些用到最高等級的這種矩陣式頭燈 它的這個科技感是相當不錯 它的日行燈是做了一個這種垂直面 而且從左延伸到右 中間有14個點 然後左右延伸的這種東西 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非常非常漂亮 你這個辨識度非常的強 你一看就知道 哇這個從左延伸到右 然後中間這樣子連接點連接過去 那在這個LED大燈的科技也非常的棒 像上半部這裡 內部的這一塊是屬於不良天候的 等於是算是霧燈 它的一個輔助照明 是在這一區塊 那這個當然頭燈 它有自動遠近頭燈設計 而且底下的這個頭燈 它還有36個LED模組在這裡面 所以它可以遮蔽對向來車 當你在使用自動頭燈的遠近燈的時候 它也不會去讓對方的這個車子的視線受到影響 所以它會有自動遮蔽光線的功能 所以這一組頭燈算是非常先進的這個系統 所以在台灣都是變成標準配備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好 那整體的這個造型上面 其實我們出國試駕那個我們都有看到 它這邊是真正的有進氣孔 然後從側面可以出來 它會形成一個Air Curtain 就是空氣毯 然後降低這台車子的風阻係數 這台車是休旅車 它的風阻係數才0.282 所以算是控制得非常好 休旅車不是轎車 以往我們都覺得轎車 風阻係數在0.33就不錯了對不對 現在是休旅車 它把風阻係數壓在0.28級 我覺得是相當的棒 總之在這個全新的造型上面 你感覺到它更加成熟 然後也更有這種豪華感 側面來看呢 這個輪胎輪圈也是採用雙色的切削 然後輪圈的尺寸是2355R 18吋 使用的是比較接近舒適性的這種胎紋 然後我們要看到這個車身側邊 它的邊線其實這次就做得飽滿 然後並沒有很明顯的切痕 但是它的腰線是很高的 然後車頂架它也用了這種 霧鷹的平貼式的設計 所以也是為了降低風阻 那這次它把車長拉長了6.1公分 所以在整個空間上面是做得比較好 那走到車尾我們會發現這裡有一道 也是霧鷹的飾板 會讓整體車子側面的造型看起來比較活潑 比較動感一點 而且會有這種懸浮車頂的感覺 它這一塊一樣用的不會是亮亮的 也是霧鷹的飾板 霧鷹飾板包含後面下巴這一區塊也都是 所以在沒有了鍍鉻這個元素之後 其實以後你看到歐洲車真的會大量的出現這樣子的霧鷹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那尾燈組的設計它還是採用了這種 之前的這個C型的燈條 而且在側邊這裡會有這種火焰型的延伸 所以還算是相當體面很好看 那因為這台車的車長已經增加了6.1公分 所以在行李箱的空間裡面 不管你是倒下來或者是直接這個行李的空間 它都增加了70公升 所以在同級車裡面 因為它是7座的 所以這樣子的行李空間可以算是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它也有附了很好的 這個非常聰明的這些設計 就底下有魔鬼氈 然後它給你兩根這個桿子 你可以把它組合起來 折角 然後你所有的器材就可以用這個來固定住 不會讓你滾來滾去 這就是聰明的就懂 所以基本上在空間的設定上面也是非常不錯 那我們到車內去看看吧 坐進車內我覺得哇 果然這是引進台灣的 還是我覺得選的非常正確的一些材質的設定 它有黑色的內裝跟這個棕色的內裝兩款 然後車內的車頂棚這邊是淺色的材質 它的棕色這個版本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你看 它這個材質在你的腳邊這一塊這個是軟的 而且它使用的是這種比較粗顆粒的仿皮紋 包含前面這裡也是 它這個是很粗的紋路 而且有這種打叉叉叉叉的這種縫線 有沒有 然後它仍然有上下兩個 這個行李這個置物空間 用按鈕可以打開 所以這空間增加了很多 然後它的整體是兩邊感覺有點對稱 兩個倒狀的這種設計 然後這裡的材質很妙 是有這種立體方塊的紋路 加上一條這個也是霧銀飾板的邊框 所以整體看來設計的層次非常的豐富 包含延伸到左右兩側冷氣出風口 以及你的下車的門把手 都採用了這樣子的霧銀的材質 我覺得很好 它跟這個底下空調 它這個叫做Smart Dials 它是有很好的這種 你可以旋轉的調整 以及你去按壓的話 它會切換它的功能 你看 像我們這台是有這個暖氣的 就是座椅的加熱功能 這邊就是右邊的 我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對不對 所以你按壓是切換你的調整功能 然後旋轉 它這個旋轉的感覺是很舊手 很清楚的 所以你保留了這種 傳統的這種旋鈕是非常棒的 讓你在操控的時候手一摸就知道 怎麼調整它對不對 而不是在平板裡面去到處選 然後在中間這個也是一樣 中間這邊就是比較負責空調 還有你的所有的風向 也是一樣按壓來切換 然後旋轉來調整 所以基本上操作這個是非常的直覺 非常好 那方向盤這一部分 它也採用了比較新式的 這個可以上下滾輪加按鈕的這種功能的切換 那排檔桿已經從這裡移到了方向盤的右後方 它是往上是D跟再按一次是S 中間是N 往後這樣扳就是R檔 然後P檔是側邊 所以這邊是非常接近福斯的家族的這個純電車的設計 可是我們前一陣子試這個Skoda的N-Yak 它的排檔還是坐在這裡 所以這一台反而我覺得它的設定上面 還比那台純電車還更有這種未來的感覺 還有中間這個13吋的螢幕 非常棒 中文化 反而上次我們試N-Yak 它還是英文化的 還沒有中文化 而且它的語系只有欧系的那些語系 那根據了解 但是因為他們在設計電動車的那一個部門 它使用的那個晶片 跟這個海外全球式的晶片不一樣 所以他們可能還得換晶片 才有辦法加入更多的語系 這一點我覺得是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才能處理 但是至少在Kodiac上面 我覺得這個13吋的平板 顯示全中文 然後它的功能 就是順暢度也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滿新時代的晶片 它的基礎選項都在上面 然後底下就有空調等等的選項 所以上下是選項 然後中間這邊 你看就是所有的主要功能區域 而且這個畫質也好 解析度也好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前面這個螢幕 這個也是一個全中文化的設定 而且都是繁體中文 所以在整體的設計上面 我覺得非常豐富 然後前面也有HUD抬頭顯示器 這個幾乎就是全配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配備上面 他們願意引進的這些東西 真的是對國內消費者非常的友善 當然這台車 Shikoga我們講它在安全性上面 所有的大全配安全配備是絕對全滿 這台也是引進了 從之前的Octavia開始 就多了一個第9顆氣囊 就是中央的這個氣囊 所以這台也是全車9氣囊 然後中間呢 因為歐龜的這個杯架 這邊有一大一小 因為他們也流行這種比較窄的水平 或是像那種Red Bull那種 小的寶特瓶 或是小的鋁罐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它的這個杯架是一小一大 它的製杯作為 那如果你如果買了兩個都是比較大的飲料怎麼辦 你就可以把這個拉出來 這樣你就會變成四個杯架的位置 你就可以放兩個比較大的飲料在這裡 然後它也附了一個可以擦拭這個東西 因為觸控螢幕嘛對不對 很容易沾指紋 那比較有點這個 不喜歡看到很多指紋在螢幕上的朋友 他就給你的一個換用清潔的工具 很棒 然後在這裡有兩個無線充電 所以駕駛座跟乘客座兩台手機都可以在這邊充電 而且它也支援了無線的Apple CarPlay 然後當然你也有兩個Type-C的孔可以連接 然後你這個手機放在裡面充電 其實這個門連這個連也可以拉起來 而且是前後喔 所以你嫌這邊東西太亂的話 你可以真的把門全部都拉起來 言不見為盡 所以相當不錯 那中央的這個底下置物空間呢 就不是很大 但是它整體的造型喔 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然後座椅它的剪裁也非常的帥喔 剪裁感很好 而且它在腿部這邊是有額外做這個支撐 而且可以延伸有沒有 手動的可以這樣子拉 前後的延伸 所以對於各種身材它的這個符合度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整體來講我覺得 你看它的功能性也好 或是它的設計感 在這一代的Koriag 你看到了這個世代 你只會說絕對比上一代要更棒 然後它的音響 它用的是德國第一大品牌Kenton的 而且它給到了700多瓦耶 哇不得了 但是這個是要選配啦 所以它整個的聲音來講 我覺得你都可以把它很精確的調整到你的需要的這個 那我們當然也沒有辦法讓大家聽喔 就是整體來講 這個選配件我覺得是相當值得的喔 那坐到後座咧 這個我覺得這一代的Koriag 它因為車長拉長了 所以它的車內的空間是更好一些 不過在第二排 它本來就是可以前後調整 因為這是七人座 而且你看它可以調整的範圍是非常非常的大喔 所以你如果要做第三排的話 因為我上回有示範 我這次就懶得再爬上去了 因為基本上這個第三排還是比較適合小朋友 那你如果二排讓一些座位的話 其實是可以坐得下啦 只是因為我這種身材再去擠 也有點太累了 就不用為大家示範 那在這個中央的你看 它這個中間的這個扶手下來是有一個這樣 這個人是做得很好 你會覺得它很扎實耶 那這裡有三個杯架 所以也可以適合這種比較細的這種飲料 所以其實在歐洲 這部分就是 雖然跟我們比較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也基本上做了一個 相當大的適切性 適應性 相容性 然後它的後面的地圖帶呢 還額外多了一個 這個可以放手機的 可以直接這樣插著 所以在這些細節 Skoda是真的很貼心 然後各位觀眾 後面還有一區的恆溫 你可以按這個綠色燈號這一塊 可以降低溫度 紅色是升高溫度 有沒有 它不但有冷氣出風口 還有第三區的恆溫 底下還有兩個USB Type-C的充電孔 以及一個12V的 車用的充電 車用的電源 所以不管是配備上面 給你的多樣實用性 還是整個空間 我覺得你看 它連後座這個腿部這裡 也是做了相對應的支撐 而且腿部空間非常好 然後它也有車內的這個 氣氛氛圍條 也有很多的顏色可以選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的整個的空間感 延伸性 還有你看這個閱讀燈 也都是觸控的 而且是LED的 都相當的不錯 那座椅的部分呢 也可以透過旁邊的拉環 來做椅背的調整 所以在空間這部分 我相信之前第一代的Codeac 開過的人 第二代只會更好 所以問題不大 我們還是上路去開開這部車吧 好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看一下單邊 方向盤一圈又正常 一圈又大概110度 還不錯 來切一下D檔 它的D檔跟S檔 就是D檔再往推一次 就變成Sport檔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相當方便 然後後面有換檔撥片 因為這台車 我發現很有趣的是 它沒有駕駛模式可以選 它只有D 但是你直接在D跟S 就是一個 DRIVE跟 就是標準行駛 以及運動模式 對不對 所以 很有意思 因為我上次在西班牙試車的 那個版本是一個運動版 所以它可以調的模式就比較多 那這次他們引進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 1.5TSI加上輕油電光核 就是我們現在試的這個版本 那它是只有前輪驅動 最大馬力是110千瓦 那另外一個版本當然就是 150千瓦的這個2.0 而且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這次我們試車全部都是配這個 1.5TSI的版本 那它的 這是BSG的這個48V 輕油電光核 算是他們這個 群裡面的第二代 所以 有更好的一些輸出的效率 但是他們沒有 具體跟我們講說 這個就是在電動馬達之外 還額外多幾匹馬力 沒有這樣子講 但是 事實上我們可以很清楚感覺得到 就是 起步的一瞬間 它是有這個BSG的這個 這個啟動馬達跟這個 怎麼講 它的那個BSG 那個輔助馬達有在作動 所以你在起步一瞬間是OK喔 是還滿輕鬆的 即使速度稍微高一點 它的這個隔音做得相當好 因為我們看到它的胎 它是一個比較節能 而且舒適的輪胎喔 所以這台車 舒適性很好 震動抑制 做得 膝碎震的功力也很棒 然後 安靜程度也是不錯的 我們開著開著 就把 車子開到了 這個德陽鍵上 開玩笑的 不可能對不對 這個是 車子是調上來的 在這邊做展示 這台車應該大概9月10號 才會發表 所以目前價格 什麼的都還不知道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看過這台車 一定會非常的期待 我相信可能在 價格上面 可能會往上調整一點點 跑不掉 然後 有一些東西是選配的 像 這個 Canton整組的 750W的音響 我覺得 價格也還不知道 我覺得可以選 然後我上次西班牙試駕講的 那個 DCC Plus 電子訊調 也可以選 所以這也是好消息 甚至於拖車溝也可以選 所以如果你 各位一樣 喜歡露營 可能會考慮 要四輪驅動的車型 你可以買2.0的那一台 那你又想要 可以拖個小露營車 或者是一些東西 你可以去選拖車溝 原廠可以幫你處理 那當然是歐規的系統 那我覺得這一點 也都是好消息 我相信Coliac在國內 就是因為 其實口碑已經建立起來了 那它在七人座又連續 五年都是在國內銷售的冠軍 那二代的改款呢 我相信方方面面 都比第一代要更傑出 那我覺得這部車子 應該還是可以接續它之前 賣座相當不錯的表現 OK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幫忙訂閱分享 喜歡休旅車的 還有七人座的 我覺得這部車 真的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那到時候發表會出來 我們也會在現場跟大家公佈 這個價格 還有一些選配的細項 好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